我依然记得他悄悄等到放学 给我生日礼物的样子 那年他帮我写名字的每本书 我都还留着 记得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他几乎每天都会向我推荐一首歌 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思凡》 他给我推荐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直没明白 他说就是思念他的简称 他叫做罗亦凡 很想知道你近况 我听人说 还不如你对我讲 经过那段遗憾 请你放心 我变得更加坚强 世界不管怎样荒凉 爱过你就不怕孤单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 我没让你失望 让我亲一亲 像过去一样 所有同学都跟我说 他对我不一样 因为他是那种 不太会和其他女生 说话交流的人 可是我们并没有在一起 毕业了三年 我还是很喜欢很喜欢他 为了他学好英语 把字面都和他一样漂亮 我们一直没有联系 也一直没有遇见 我去他们学校 制造了无数次偶遇 都没有见到过他 就在去年520那天 我重新加了他 跟他说了我喜欢他 可是他在五月初的时候 刚好谈恋爱了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 我没让你失望 让我亲一亲 像朋友一样 虽然离开了你的世界 比起还漫长 我们总能补偿 因为中间空白的时光 如果还能分享 也是一种浪漫 关系虽然不再一样 关系却怎么能说断 就断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 我没让你失望 我没让你失望 让我亲一亲 像亲人一样 我最亲爱的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 我没让你失望 让我轻一轻 想过去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朋友他们高考毕业 我去他们学校 也是他的学校 真的没有想过要见他的 万分想要见到的人 在你不想要遇见的时候 不经意地出现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家好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欧与雪 我们现在正在拍摄 一个有关校园歌手的MV 想了解更多有关校园音乐 请关注 不要音乐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我们下期再见 我刚才能不发现 这个一段时间 当然是 你正在拍摄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